新总结的卧室逼坑15条 每一条都很重要 希望正在装修的你能用得上 请点赞收藏 第一 卧室的设计思路一定要记得 以简单实用为主 造型墙板什么的越少越好 过多的色彩和装饰 真的会影响睡眠 最主要的是会增加甲醛含量 第二 卧室空间不一过大 不聚气 最好能在25平方以内 如果卧室空间比较大 建议做分割 划分出来一个衣帽间或者书房 第三 床的摆放方式 最常规的摆放方式是 避开门凉柱子 然后避开卧室间门 满足这些条件 大多数的摆放方式是固定的 如果避不开卧室间的门 尽量卧室间的门朝床尾 如果卧室纵身够的话 也可以做衣柜来遮挡 第四 卧室不要做地台 否则真有可能晚上起来 不小心摔一跤 如果家中收纳还可以 就买低箱床带腿的 或者还可以做悬浮床 让扫地机器人能进去 自己也方便打扫 第五 床头最好的装饰 是这种矮的互奖板 欧松板打底 选个环保的颗粒板就可以 不要用软硬包 都是密度板 第六 地面 北方可以用木地板 脚感舒适 但是记得要选择品牌的 选三层石木 看好环保标准 最好能选低热地板 会有更少的假钱释放 南方的话 不要潮 可以地砖通铺 导热好不变形 还没有假权 第七 卧室如果靠近地铁 或者轻轨 真的建议提前在安静的时候 去房间感受一下噪音 如果受不了直接换床 系统窗会更好的隔音和隔热 第八 卧室门建议选择满石木填充的 厚度在45以上 面漆还是油漆 要看整体的室内搭配 如果房子是框架结构 门洞以上没有梁 可以不要红梁 门直接通顶 如果原始结构有这个梁 是绝对不敢切的 第九 卧室的照明 竟然以暗藏光源为主 然后点光源放在四个角做补充 床头可以留一个阅读灯 床头旁边还可以留一个感应夜灯 第十 卧室的柜子不要全部一门到底 可以做一部分拆分柜门 有床头柜位置做门板的拆分 避免柜门打不开 还有要注意 柜子的内部格局设计非常重要 十一 窗帘的选择 这个要因人而异 对光敏感的 就做窗帘盒加上捉光窗帘 如果很怕黑 窗帘就没必要做完全遮光 漏点光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十二 如果飘窗是弧型的 或者L型的 窗帘可以坐在飘窗内 用这样的软轨道就能解决 十三 卧室内避免出现镜子 比如玻璃柜门 不能遮叠的梳妆镜 或者墙面顶面的镜子装饰 都一定要避免 十四 如果柜子像这样的放在床对面 必须要保证 卧室纵深的3米3以上 最好是3米5 不然你这里想过去都麻烦 别说开柜门了 十五 设计床头开完插座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床的造型和尺寸 很多1米8的床 床头宽度都是2米左右 千万不要最后床放上 床头挡住开完插座了 以上十五条 卧室装修的时候一定要牢记 记不住的先收藏起来 装修的时候再多看两遍 避免太坑 好了 如果感觉我的分享都有用 给我点个赞吧